苗心沉吟不语 果然呢 怪不得你不愿意嫁的 快告诉我 是什么人 果然 居然能让你一动心 难道比张小涵还要优秀 张小涵优秀吗 这个 至少在法术界之中 他差不多是最优秀的了 我是说大家都这么认为 梧桐说 我喜欢的这个人 比他优秀一百倍 只是实力上又差得太多了 罢了 我也不能去害别人 苗心说道 快说呀 是谁呀 梧桐转脸看着他 犹豫许久说 我们最近才刚分开不久 苗心整理一下 猛人间想到什么 惊呼道 是 梧桐捂住了他的嘴 你知道就好 别说出来 居然是他 苗心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你怎么会 习惯上他呢 梧桐说 我都没说是谁 你怎么能一下子想到他 那就说明 他的确让人有喜欢的地方 甚至 你对他也有点意思吧 苗心脸上泛起了嘲红 你也弄道 这个 我们姐妹之间 也是可以说的 的确略有好感 不过你不要多想 我是立志终生补嫁的 我不会跟你争的 梧桐在他脸上捏了一把 你想什么呢 苗心黑黑一笑 然后沉思起来 说道 他们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 也许 永远都不会知道 那个 我觉得 你还是慎重考虑 我不知道 他敢不敢带你走 我不会这么做的 他的实力 你也知道 我不想让他 被张小涵 和法术工会追杀 害了他的 苗心点了点头说 所以呢 没有所以 如果这就是命运 我知道接受命运 梧桐咬了咬牙 喃喃说道 苗心伸出手 摸了摸他的脸 眼睛红了 他已经知道 梧桐的选择了 叶少阳和毛小芳 回到了客栈的时候 道元真人 已经先他们一步回来了 大伙聚在了一间房里 听着道元 介绍目前的情况 跟我们之前 听那个几个家伙 说的差不多 目前整个桃花山 都被围困住了 法术工会 在跟桃花山的人交涉 让桃花山长教 山河道人 带领一中弟子 撤出桃花山 好让他们围攻 那个神秘人物 但是 山河道人坚决不从 目前 法术工会 已经安排了各门派实力 将桃花山团团围住 给桃花山下了最后的通点 三天内要给出答复 如如不从 去强攻上山 这么说 法术工会是要动真额的了 你们龙虎山 还有跟法术工会 不合作的几大门派 都怎么说的 叶少阳问道 都得静观其变呢 什么都不做 法术工会 将桃花山上那位 列为邪物 斩妖除魔 这里要太正直了 几大门派 没有办法干涉 他们目前唯一做的 就是上桃花山 师徒 见那位神秘人物 打听情况 但奇怪的是 那个神秘人物 谁都不见 这么屌啊 叶少阳摸着瞎巴 缓缓地说道 我倒是很好奇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怎么到了这个份上 还能坐得住 毛小芳说 也许人家 已经萌生退役了 或者 已经跑了呢 山被围困住了 往哪跑啊 破开虚空 去鬼域不行吗 道远真人摇了摇头 你能想到的 法术工会 自然也能想到 他们已经动员所有人 绕着桃花山的竹风 布置了一道封印 整座主峰的空间 完全凝固 与鬼欲切断了联系 根本不可能逃得出去 所以 桃花山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要么投降 要么死战到底 叶少阳接着他的意思说 本来他还想偷偷上山 去一探究竟 现在想来 还是算了吧 穿过封印的力量 一定会被人发现 到时候可能双方都会把自己当成对方的人 怕他倒是不怕 关键是自己本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这件事情也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但是 还是不要太抛头露面了 他来到这 说到底 不过还是想看看桃花山盛的神秘人物是谁 反正到时候 在外围看热闹就好 现在事成水火 一场大战 在所难免 导员真人说 如果真打起来 既打门派的意思 也是尽量就桃花山上的弟子 避免跟法术工会制造冲突 梅华说道 老大 那我们要做什么 现在什么也不做 等着看热闹 反正到时候 你听我指挥就行了 傍晚 叶少阳出钱 让房东家做了一桌饭菜 大伙在一起吃饭 导员真人继续找他们的同门去打探消息 毛小芳也想看看自己天道宗的人有没有来的 自己去逛了逛 叶少阳把缝隙两口子留下 自己离开宅院 走到外面去 按照白天的记忆 一路上来到了东坡后山的后墙下面 找到了梧桐的房间窗户 正在研究怎么上去 梧桐顺着围墙侧面走了下来 看了叶少阳一眼 朝远处走去 叶少阳在后面默默跟随 一直走到了荒野没人的地方 梧桐这才停下来 回头看着叶少阳说 你怎么回来了 没有 我就是看看你在不在 白天没工夫说话 但我感觉你有话想跟我说 所以过来转转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我从窗户上看过了 你一直趴在窗户看不成 梧桐脸色微边说 你管我 叶少阳笑了一下 你们那个鬼衣对你管得可真言 可我听说他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 梧桐悠悠说道 他是管家 我们倒也不是服从的 只是他说的话 通常都是师父传达的 如果违反 他又要过早 很是讨厌 你说的师父是星月奴 叶少阳说 我总听到这个名字 我也很好奇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太太吗 梧桐瞥了他一眼 这个不关你的事 叶少阳怂了怂肩 微风吹来 梧桐撩了一下长长的头发 在月光静静地打量着叶少阳 悠悠道 那天在古墓里 我虽然相信你不会死 但是能再见到你 我还真的甚是欣慰 我可没那么容易死 叶少阳说 我今天见到张小汉了 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不想嫁给他了 我终于知道 什么事情 你觉得邀 patron 什么事情 自然